中澳铁路 你好 欢迎乘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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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是学习老挝语的 所以在日常直撑中澳铁路 特别是跨境列车的时候 我是学习老挝语的 所以在日常直撑中澳铁路 特别是跨境列车的时候 我主要充当的就是一个翻译人员 你要明白他的需求是什么 困难是什么 那比如我在直撑的时候 其实让我印象很深的是 有一趟是有一个外籍旅客 就默憨开车之后 他就身体不舒服 然后我当时就 骑到了一个翻译者 把这位旅客安全地 及时地送到西双版纳站这边 得到一个治疗 好久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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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如果在客户是咖啡 所以我会在客户里面 就会将客户里面 有关键 让我给你带一下 让我给你带一下 好久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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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21年12月3号 中老铁路开通的那一天 我特别的兴奋 结束了我们西双版纳 不通火车的历史 2023年4月13号 是从昆明到万象 这一个中老铁路就正式开通 我有幸成为首发的列车员 我觉得挺自豪的 我们会不定时地进行培训 来精进我们的业务 让我们更好地为旅客服务 我觉得只趁现在 差不多也两年多 给我的感觉就是 游客是真的没有少过 这个条线一年是很忙的 这是第一次在中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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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老铁路和中国 这是一个好选 这是一个好选 它是一个好选 它是高速 它是非常舒服 所以非常好 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旅客的认可 我们就无比的有动力 我会继续发挥我语言特产 在这条幸福路 发展路和友谊路上 做出自己的贡献 将中老铁路这张 靓丽的名片传得更远 擦得更亮